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通过谷歌地图的自动定位和手动定位这两种方式 在我们手机上面成功地显示出了指定位置的地理位置信息 那么为了接下来大家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其他地图API的开发 这节课里面我们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理解两个重要的概念 OK,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份Word文档 第一个概念是WGS84坐标系 那么这个坐标系什么作用呢 它是为GPS全球定位系统使用而建立的一个坐标系统 那么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上面表示的意思呢 就是这一个WGS84坐标系的一个示意 OK,大家看到 坐标系的原点呢 事实际上是位于地球的置心 也就是地心啊 那么Z轴呢 Z轴所代表的是协议地球级的方向 大家可以理解为指向咱们的北极的方向 那么Z轴呢 那么Z轴呢 就是地球自转轴的这条轴心 X轴呢 X轴所代表的意思呢 是零度子五面和赤道的焦点 那么也就是零度 也是我们本座子五线所对应的那条零度子五面 以及我们赤道的 赤道的 这两个面的一个焦点 Y轴呢 是通过右手原则来确定的 OK 那么这就是对应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Y轴 那么 这个 坐标系的真正的意义在于 它是 全球国际公认的 一个坐标系 那么我们 通常的 我们GPS设备 包括我们天上的GPS卫星 采用的 都是这种 坐标系 OK 那么它也有其他的名字 叫做大地坐标系 或者是金纬度坐标系 OK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OK 大家看到 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火星坐标系 咱一看 很多人以为 这个坐标系 既然是火星坐标系 那跟地球 跟我们地图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研究的是地球坐标系 又不是真正的火星坐标系 OK 这个地方有必要 说明一下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 火星上面的坐标 这个地方呢 指的是基于我们上面的 WGS84坐标系 那么什么是火星坐标系呢 它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火星坐标系 火星坐标系呢 是指在中国国内适用的一种坐标系 那这种坐标系呢 是出自于对国家地理安全的考虑 对真实的坐标系统 进行人为的加边处理 那么火星坐标系 事实上呢 是基于我们前面的这个 WGS84坐标系 基础上面 进行人为的加边 从而得到的 它并不是中国真正自己建立的一套坐标系 而是基于原有 WGS坐标系基础上面 进行加密处理得到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使用这些电子地图 谷歌地图 百度地图 高德地图等等的地图上面 使用到的坐标系 就是火星坐标系 我会大家看到 那么在中国范围内的所有电子地图 导航设备 都需要加入国家保密插件 也就是经过转换 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算法 这个插件代表的就是一个算法 就是将真实的地理坐标 转成火星坐标的一个算法 通常情况下呢 首先呢 第一步会将地图公司测绘的地图 送到那国家测绘局 将真实的坐标电子地图 加密成火星坐标 然后呢 这样子的地图才是可以出版和发布的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谷歌地图 百度地图等等 然后呢 第二步呢 所有的GPS公司 只要需要使用到汽车导航 或者呢 使用到导航电子地图的 都需要在软件中加入国家保密算法 那么这个国家保密算法 虽然说是保密算法 但事实上 这个算法是公开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罗一下 很容易找到这个算法 OK 那么将这些读取出来的真实的坐标信息 因为我们GPS得到的坐标呢 是真实的地图坐标 也就是我们上面讲到的 WGS84坐标 需要将这些真实的坐标信号 加密转换成国家要求的保密坐标 那么这样一来 经过这个保密算法的换算 就转成了我们能够在电子地图 或者导航设备上面显示的坐标 这样一来呢 导航议和导航电子地图 就可以完全的匹配 OK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火星坐标系 那么这两者的联系呢 就在于平时通过一些GPS设备 那么通过它来接收到天上的卫星信号 那卫星信号告诉我们的都只会是WGS84坐标系 那么我们想在我们的电子地图上面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设备上面 我已经接收到天上的那个卫星信号 那么这时候我想在我的地图上面显示出来这个点呢 那么通常的都是必须经过火星坐标系一个转化 也就是经过特定加密算法的转化得到 最终呢才能在地图上面显示出来 通常情况下呢 如果不进行转化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根据不同的地方 它的偏差是比较大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这节课想要跟大家讲解的 两个概念 那么在后续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除了百度地图之外呢 其他的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子地图 都使用的是下面的这种火星坐标系 OK 百度呢 有它自己的算法 它会在这个火星坐标系的基础上面 在自己进行一次加偏 变成是二次加偏 如果得到的这个坐标系 也只有它自己才能知道 可能这些是出于一些商务上面 或者自己一些利益方面的考虑 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我已经将这个WGS和火星坐标 这两个换算已经写进来了 回头呢 给大家提供圆码的时候 大家可以仔细地去研究一下 OK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